我想问问 你有没有零修 我明天不零修 因为我觉得是收到的 怎样去连接这个指楼灵呢 我想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风晓 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耀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鱼 陈三芳 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节目 因为我们跟风晓师兄 中间还做了一位美丽的三芬师兄 那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安排呢 因为我们通过了解 就是因为三芬师兄之前有过零修的经历 那刚好我们这期节目也跟零修相关 所以我们想请三芬师兄 分享一些自己跟零修相关的一些故事和想法 能不能大概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进我们这里去学的时候 有些人修过佛 有些人修过物宗 有些人灵修 或者是有其他各种文明的东西学过 然后最后都觉得好像修到很过瘾 就过来了 那是不是有这种机缘 或者是有什么使命推动你过来呢 你觉得你是私属我 那我肯定了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三句是肯定的了 心灵的驱使 神灵的推动 愿问的使愿 我已经听到他讲的了 缘分十年相遇 我想问问 你又没有零修 我根本是不零修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是修到的 修到的呢 我们能够领悟到天道 那天道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指引我们的生活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过程过程 天道其实最重要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我的感受OK 我禁服天道 我不用去借这些东西而已 对不对 但是灵修不同的 因为呢 其实我们只是说灵修而已 其实它有很多名字 比如新世纪 比如说是新心灵 我们灵修修的是 身体 心 心理 和灵魂的三者之一的平衡 很多人我们修灵 灵修我们讲通灵 是 还有通灵之王 你参加过 跟道教一样而已 我们就叫做生命相修 是 心性它就包括了 我的灵魂 和我的心理 然后呢 命就是我整个身体 但是我发觉 修灵性和修道教的不同 就是我们修灵性 那些很快会有感应的 是 就是比如说 学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你就可以连接到自己的高我 或者你的指导灵 嗯 是的 那个课程最后的考试就是 我要觉醒我自己 觉醒就是什么呢 那个老师去帮我 去连接我的指导灵 怎样去连接这个指导灵呢 我想问了 导灵性是 我们会有全师全上 对不对 一定一定 那这个是否一样是全师全上 对 因为新生灵阵道教不同 因为新生灵阵 没有一个系统 我们有天师 我们要拜师 我们要过法 我们要先一百天捉机 然后才可以接线 不是的 灵修就是老师带你 你就可以了 我想问 我举个例子给王朱玉略 你想想上面头顶是否有个红光 那你是不是就出现了红光呢 我的老师是怎样教的呢 我们在脑子里面是另一个世界 他会告诉你 你现在有一道门 你的门是什么型素 我听什么眼神话不听 你打开门 你那个世界是怎样的 人的世界是不是一样 不同不同 但是有几样东西是一定是相同的 一个是充电站 嗯 而且一定有三圈的防护罩 即是他一定要有这样的全屍在这里 对 对 是一样的 然后一定是有一个湖水 嗯 那个湖水 如果你看到湖水里面的水 是黑色是肤色 你就大事了 轻轻清掉 嗯 然后一定还有一个是 叫做自己的空间 一间屋或者一间帐篷 一间空间 那个空间呢 只有你的指导灵才能进去的 在这里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没接触过灵修 但是我听起来好像 灵修给我的感觉是 好像自己内心世界 是不是内心世界的这种理解 或者说内心世界的一些景象 和画面 我听起来是这样的 那你全师全上都是这样的 大师说你现在想象头顶金光 那都是自己的全师 都是自己内心的 没错 那我如果修行了这个灵修以后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嗯 效果 你去到那个景象之后呢 对了 它有什么帮助呢 好像我们会雷神 我们自己在这里 然后带着我的三步百景 二十四个神仙 一起去拜雷神 雷神会过来 苦望我 那个有问题的 譬如我心臟有问题 他会过来苦望我 那就是收复我了 那我们有效果出来的 我明白了 那我们进入那个世界呢 刚刚说有三个一定标倍的 湖水反映你内心的世界 干不干事的能量 一个是灵魂的充电站 一间是那个 指导灵离的空间 是 其他人进不去的 其他邪灵进不去的 然后我们去充电站 是充我们灵魂的能量 譬如说现在很累 那我们进入那个空间 流一流 那如果你觉得 我最近很多负能量 或者是我不知道 能够到什么 你会看到那些湖水是黑色的 那你立刻清掉它 排出宇宙 它的管道排出宇宙的 那你就摘一些干净的水进去 那如果你 譬如说我有些启示想问 或者你没有用Steambook 我问一下我指导灵 它有什么指示给我 这样 那其实是有这个效果 不过我现在发觉 我收到教之后 我那个空间出现了三層 三尊在上面 就是在防护罩那里 在那个防护罩那里 还有一定会有一条天线 是接驳宇宙的能量的 我们的空间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全屍的形象 是我们所有的全屍的形象都是一条线 去绑回 譬如我们现在雷渣月 就会绑到九天盈盈雷星谷 转转那里 那这个像是可以变的 是的 那师兄刚才听我三分师兄讲 他修灵修 那其实从到家的这种修行来说 有什么区别 那当然有不同 我们首先要身体有反应 我们会吞口水或者吸气的时候 可以在身体的内部 心肝皮肺神 你会有龙卷风 或者有电流的出现 然后再进入你的传想 其实它是身体和你的传想 是要一致的 就是我请不同的神 过来其实应该有不同的感应 你道教传师传想 你怎样肯定见到病人呢 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他这个传师传想 结束之后 他会落在某一种法 那种法 是否能够解决某一种问题 那这个就是真和假 他在现世里面有个呈现 所以他可以有落到 所以看你的法力有没有效 没错 或者那个符有没有效 是的 那我们可能 因为我们又不是做天师的 可能就是看看他给我的指导 指引对不对 这样 那我后期就 没有收灵修 因为我 其实我接触灵修 对我影响最大是我修心的那一部分 譬如说 原生家庭的问题 对自己的价值问题 因为那种灵修比我最大的好处 就是我发觉其实人类是很渺小的 那为什么无端进入了道呢 其实我都不明白 是的 我都不明白 原分的主意 不不不不 那我跟你说 又可以有几样东西去解释 我们首先 每个人都是雷世的修行 在雷世的修行里面 我们可能亦都会经历过一些叫做 佛 或者西方的事情 但是最后最后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 我们紧压不放的 就是我们叫做精神奸元的一个依托 很多我们知道 我们师兄有些都是收过佛 有30年都有的 为什么会过来这一道呢 他会觉得我这一世的修行 在我这个人间里面 我是如此自由瀟灑的 我是如此自在的 好像这个道教的教义 收的是清静无畏 要我做的事是消自在 那我可能就这个法门呢 和这个宗教的教义呢 更加契合我这一世的身份 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我在这里呢 其实我想说的 并不是说其他的方法是不好 只不过是每一样东西 他都是通往一个圣道的 对吧 但是我想说一下 我之前 因为灵修当时 我有看过一些前世 我有看过六世的前世 我有些不是做人的 一平不知什么的 有些是 有些我真的在做过神仙 有些我真的跟释迦牟尼学佛的 那是不是其实今世 接触宗教 或者接触修行的东西 一定是前世的缘分的呢 这样跟你说 一个人 轮回转世之后 他怎样会成为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可能你想要是一个狗来的 这个狗呢 吃得饱 又安全 睡得着 他其实就是狗了 他轮回也是狗 但是呢 当这一只狗呢 他有了人性 他依然烦恼 我对我这个主任 他睡不安 吃不下的时候 我会关心他的时候 这个狗的灵性出了来 然后呢 你下一世就转化为人 可能呢 你可能是 你原先服侍是一个西人来的 你转化为一个西人 但是呢 你这一世作为一个西人的时候呢 你突然之间生了一个子女 嗯 你很想照顾他 很想搬回他的家里住 跟着 还有 家人在天伦之落 突然间 中国的瑜伽思想 出了来 那你再轮回 就变成了一个 叫做中国人了 那就是你可能是 但是呢 你这一世的修行肯定是 上一世 在这一方面 接触得比较多 嗯 啊 跟着 来到这一世呢 你才很早地去接触 实际上 这里我有个疑问 就是我刚才听你们两个人 其实在聊灵修啊 修行啊 修道啊 灵修它其实是 不是一种宗教的 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一种 练习或者修行 它是不是跟道教一样 是另外一套系统 就他们之间道教的系统 和灵修制造系统 是不是真的像 Windows和苹果这样子 应该就是两套系统来的 但是无论是哪一套系统 它的终点都一样 看无前后达者为先 就是只要你做的事 是行的是正路 你做的事是正事 那我觉得你到最后呢 其实都是那里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可以判断 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就是看自己的feel 这里面有一些我赞同 就是说听从内心 但是我有一些保理意见 就是说我觉得其实 你要懂什么是真正的 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正 就是你所谓的 你觉得不选这条路 和是不是真的你的判断 它来源于哪里 这个其实是 可能差不多结束了 我们都说一下 无论是哪个宗教来说的话 我觉得都要是一个主观主义才行到的 如果你是太客观 它行不到 但是每一次你行主观意识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会有行为 它最后会在这个生活里面反它回来 你对你会继续走下去 你对的话其实你会修正的 我能够选择它 我就相信它 但是这个世间 它会有一种法门 会令到我们去 去修正我们的道路 先去做了 是的 先去走下去 然后呢 就最后应该是 所有所有所有法门 合成一个大的 是的 大到无形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东西 先能够走到天道那里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终极的一个方法 好 我觉得师兄这个总结很到位 对 那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身份师兄的分享 感谢身份师兄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头膝炮三无聊天天 红杉空三无聊天天 好